《五一勞動節》 明天就是五一勞動節 很高興今天能夠跟大家來見面 恭喜大家獲得全國模範勞工 模範移工的表揚 我更要代表政府 感謝各位為臺灣發展所做的貢獻 今天現場的得獎人 來自各行各業 有資深的醫事人員 有協助產業發展的工程師 有守護職場公安的從業人員 還有維護生活環境的清潔人員 還有維持公共運輸 供電穩定的人員 以及投身工會事務的幹部 各位都是從激烈的選拔中脫穎而出 真的是非常不簡單 是不是大家給自己一個掌聲 好嗎 另外 我們現場的模範移工得獎人 是來自菲律賓 泰國 越南 以及印尼等國家 我要感謝各位為臺灣的產業發展 照顧工作 盡心盡力 一起為臺灣打拚 今天 我們首度邀請移工朋友的家人來到臺灣 共同分享獲獎的喜悅 我也要請大家給他們一個掌聲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雖然無法一一介紹大家的事蹟 但在場的每一位都是臺灣重要的勞工夥伴 因為有大家在各自的領域努力耕耘 臺灣才能在各項挑戰中持續站穩腳步 過去8年來 政府也透過各項行動 希望持續提升勞工朋友的權益 像是我們連續8年調升基本工資 從2016年208元到今年27470元 實行程是由2016年120元 調升到今年183元 而勞工朋友和產業界都很關注 最低工資法今年也已經正式上路 後續將透過這部專法 明定工資審議調整的標準 逐步落實政府對勞工經濟生活的保障 另外 為了維持持續打造友善安全的工作環境 從今年3月開始 我們透過《性別平等工作法》的新規定 強化雇主對職場性騷擾的防治意識及責任 也完善對被害人保護及協助的機制 至於大家所關心的勞保的議題 政府也持續撥撫振注我們的勞保基金 從2020年到現在 加上議後特別條例 一共撥撫了2,670億元 來確保勞保繼續穩健運作 我想未來的政府也會持續地 來讓我們的勞保能夠有穩定的財務 最後再次恭喜大家獲獎 也祝福各位未來在工作高規上 有更豐碩的收穫和成果 謝謝 謝謝大家